第581章 花竹叶 郭剑跟陆萱萱他们几个女生 说笑着来到停车处 做主播的女生一般都比较外向开朗 能言善语 就算内向的 时间久了也锻炼出来了 要不然在这个圈子很难混下去 停车位停了不少豪车 宾利 兰博基尼 马沙拉蒂 保时捷 法拉利 麦巴赫等等 看着一排排豪车 几个女生眼中都露出了羡慕之色 他们只是小主播 跟那些年入上百的大主播没法比 这些豪车对他们来说 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郭剑从裤兜里拿出车钥匙来 按了一下 一辆黑色的路虎揽胜 彻底顿时亮了起来 笑笑看着眼前霸气的路虎揽胜 眼睛不禁也是一辆 转头再看向郭剑 觉得对方插强人意的长相 也变得顺眼了不少 剑哥 这是你的车 不是 是折子的 也就你们李总的 郭剑顿了毒 又有些显摆地说 我和折子关系很铁 他的车随便我开 笑笑听了 脸上的笑容顿时淡了下来 跟陆萱萱他们对视了一眼 互相都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 郭剑却没有注意到 他们的小动作 快步走到副驾驶 为陆萱萱打开了车门 萱萱 你们赶快上车吧 陆萱萱对郭剑客气地笑了笑 坐上了副驾驶 笑笑他们紧跟着也上了车 打亮了一下车内的豪华内饰 陆萱萱试探地对郭剑说 剑哥 你和李总是高中同学 那你对他肯定很了解吧 那肯定的 当时我俩可是最好的哥们 你们不知道 郭剑一边开车 一边吹嘘起当年的往事来 言语间不免有几分夸张 陆萱萱他们听得却是津津有味 李哲这样年轻 还是白手起家的百亿富豪 对他们来说 真是最完美的霸道总裁母版 充满了神秘 美好 因此 对他的所有事情都非常好奇 晚上 檀香别墅灯火辉煌 一楼大厅里 四姨 三姨 二姨 他们围坐在李母身边 你一言我一语地 说着恭维话 哄得他笑容满脸 陈爽 陈倩 姚丽 他们这些小辈 也在一边陪着 成队的鹤里的堆放在地上 如小山般 岌岌可危 而四姨 三姨 他们则是陪着李父在餐厅喝酒 桌上摆满了各种高档菜肴 茅台 中华香烟 在四姨 他们的接连敬酒下 他喝得脸色通红 满身酒气 整个人完全飘了 一惊一炸 不断吹嘘着各种大话 四姨 三姨 他们在一旁不断点头附和着 要是以往 他们肯定瞧不起吹吹呼呼的李父 可现在却不一样了 谁让人家儿子成了百姨富豪呢 实际上 不只是李父飘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李母也被恭维奉承得有点飘了 完全忘了 他那些弟弟妹妹 过去是怎么对待他的 世人都知道 不要被别人的吹嘘迷惑 可却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 成爽在一旁待得有些无聊 也不知道二哥和二嫂在干什么 他说着 下意识抬头往楼上看了一眼 干什么 今天可是新婚之夜 你说他们在干什么 姚立一有所指地笑着说 成爽灵机一动 笑着提议说 咱们要不去脑洞房吧 好啊 姚立一听也来了兴趣 那我走吧 他们说着 起身就准备上楼 小表妹成倩也跃跃欲试 你们可别胡闹 大表姐 姚娟却阻止了他们 我们就上去听听动静 那也不行 姚娟顿了顿说 你们是女生 要知修 还有小倩她还小 别带坏她 她要比姚立 成爽她俩大上五六岁 今年都二七八了 思想要成熟得多 楼上主卧 房间布置得喜庆又温馨 窗户上 门上 镜子上 处处贴满了大红洗字 彩带和拉花 大床上铺着大红洗被 被子上洒满了枣 花生 桂圆 莲子 谐音 早生桂子 还有龙凤洗字 没有开灯 四方餐桌旁 点着两根大红蜡烛 桌上摆放着精致的小菜 糕点 一壶温热的黄酒 李哲和小乔 身穿红色便装 在桌边对坐 一边吃菜 一边喝酒 今天婚礼两人忙了一天 都没怎么吃东西 这会儿找补一下 小乔一手拖着下巴 煮在桌子上 一手把玩着酒杯 你看着我笑什么呀 他注意到 李哲带着笑意看着他 李哲笑了笑 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优质黄酒蕴含六味 祭酸 甜 苦 辣 鲜 六味调和 富裕芳香 酒味醇厚 其实 古人以前 喝的酒都是黄酒 米酒是黄酒的初级状态 至于白酒偏于辛辣 是粗鄙之人才喝的 否则文人宴会 一个个都喝得脸红脖子粗的 岂不有辱斯文 说 你笑什么 小乔笑着追问 李哲放下酒杯 打量着他 乔宝 你真美 他总算知道了 为什么古人说灯下 看美人越来越美了 烛光昏暗看不清晰 就会给人一种 朦朦胧胧的美感 就类似美颜一样 哼 花言巧语 小乔笑撑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 两人都吃得差不多了 李哲看了一眼 慵懒地靠在椅子上的小乔 我们该动房了 哦 那我去把床收拾一下 小乔说着 就从椅子上起来 要去把床上撒得早 花生 桂圆等干果 都收拾起来 不能收拾 李哲却拦住了他 这可是有寓意的 你不是想要孩子吗 可是这么睡觉很隔停的 就新婚夜这一晚 行吧 听你的 小乔笑着点了点头 你去把衣服换上吧 李哲指了指叠 放在沙发上的洗服 凤冠霞配 就不用穿了吧 反正一会儿 还是要脱的 小乔有点嫌麻烦 今晚可是新婚夜 不穿礼服怎么行 李哲顿了毒 一有所指地笑着说 其实也可以不脱的 小乔一听顿时秒懂 眼中露出异样之色 你这个家伙 怎么总是这么多奇怪的 癖好 他笑着说 说什么呢 这是情趣 李哲好笑地打了他一下 快去换衣服吧 两人都这么熟悉了 要是再没了新娘装 这洞房就真成了完成任务了 不能只是我换 你也要换 要不然不公平 小乔拿起花铃状元帽 状元服扔给了他 看着一身粪冠霞配 蒙着红盖头 乖巧坐在床边的小乔 李哲嘴角不禁露出笑意 伸手拿起一旁的玉如意 帮他掀开了盖头 老公 小乔巧笑嫣然 乔宝 我们休息吧 李哲低头亲吻了他一下 搂着他的腰 就往床上倒去 等一下 小乔叫住了他 不吹灯吗 他看了眼燃烧了一半的蜡烛 不吹了 黑灯瞎火的 有什么情趣 啊 小乔突然痛叫了一声 怎么了 这床上怎么还有核桃 我被隔着了 第582章 蜜月之旅 第二天 两人睡到日上三杆才起 李哲一睁开眼睛 就看到小乔披散着头发 趴在他怀里 睡眼有些憔悴 眼睛还有点红 好像哭过 身上的喜福 侠批七零八乱 镶满了宝石 珍珠的缝冠也掉在了地上 昨晚他可是说到做到真没有脱他的衣服 李哲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间 然后在小乔的身上拍了一下 乔宝 该起来了 小乔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看了他一眼 嘟囔着撒娇说 我好累 让我再睡一会儿 可能是新婚夜更有兴致 李哲这家伙 昨晚差点没把他折腾死 真是牲口 快起来 李哲又打了他一下 你忘了 我们今天要去度蜜月 度蜜月 小乔顿时清醒了 一个坐了起来 我都把这事忘了 对了 我们去哪度蜜月啊 他有点选择困难症 选了不少适合度蜜月的地点 却难以做决定 最后还是让李哲定了 去地中海 李哲也从床上坐了起来 地中海哪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李哲笑了笑说 都去地中海游轮八天七夜游 游轮 小乔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他是北方人长这么大海墨 坐过船呢 更别说游轮了 游轮什么时候出发 我们要先坐飞机去法国 然后从马赛港登船 李哲顿了顿说 下午三半的飞机 不过我们二点多就得出发了 呀 都十二点多了 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吧 小乔看了眼时间 连忙从床上起来 开始换衣服 对了 我们都要带些什么 简单带几套衣服 还有洗漱用品就行 缺什么东西 我们到地方再买 李哲不紧不慢地起身 啊 小乔突然惊叫了一声 怎么了 我的洗服脏了 小乔看着脏了一块的洗服 满是心疼 紧跟着 他又捡起了地上的凤冠 发现凤冠也有点摔坏了 都怪你 昨晚非要乱来 他这身凤冠匣配可是价值不菲 面料是最上等的云紧 凤冠更是真正的仿名制凤冠 以竹丝为谷 编为原矿 矿内外各湖一层螺沙 然后在外表坠以金丝 翠羽做成的龙凤 周围镶嵌各式珠花 在关顶正中的龙口 还显有一颗宝珠 左右二龙 及所有凤嘴 均衔下移住珠串 这凤冠放在古代 可是只有皇后 非凭才有资格带 丝带凤冠是渐月行为 要杀头的 虽然古代普通女子结婚时 也可以穿凤冠侠配出嫁 但那并不是真正的凤冠侠批 只是假借凤冠和侠配之名 做出凤冠侠配的样式 以图喜庆 不过 现在就莫那么多讲究了 所以李哲也让小乔 享受了一下皇后的待遇 这套凤冠侠配 比她那套上百万的婚纱还要贵 价值数百万 见小乔这样子 李哲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没事 衣服脏了可以洗 凤冠坏了 我也会找人修好 她昨晚是有那么点过分 有点为所欲为了 要不她最喜欢小乔呢 真是很听话 小乔简单洗漱后 换上了一条海蓝色 沙织长裙 还戴了一顶白色遮阳帽 怎么样 她在李哲身前晃了晃 李哲打量了一下 她笑着点点头 不错 我们下去吧 其实 她还是觉得她穿绿裙子更好看 楼下客厅里 李志鹏和韩非 在陪着李母闲聊 李父有点尴尬地坐在一边 李母完全无视她 根本不和她说话 献李哲和小乔 一起从楼上走了下来 他们纷纷把目光投了过来 爸 妈 小乔乖巧地跟李父 李母打了个招呼 然后她又对李志鹏和韩非说 大哥 大嫂 小乔 你们俩这是要出去啊 李母注意到李哲手里提着的行李箱 李哲对李父 李母说 爸 妈 我和小乔去欧洲玩一个星期 就算是度蜜月了 好 那你们可要注意安全 我听说国外挺乱的 李母叮嘱说 对 你们可要注意安全 李父也紧跟着说 你们放心吧 我们有保镖随行 李哲想了想接着说 妈 要不你也去旅游一下吧 到处看一看 玩一玩 让我哥和嫂子陪你一起去 我帮你们安排 说完 他又对李父说 爸 我也帮你安排一下 去国外转转 李父听了 明显很心动 笑着说 那感情好了 我这么大岁数 还没出过国呢 小哲现在你出息了 我也可以跟着沾光享受一下了 李母却有些犹豫 要不还是算了吧 旅游就是走路 风景也没什么好看 怪累的 还不如在家里待着呢 他说着 看向李志鹏和韩非 要不你安排他俩去玩玩吧 李哲笑着说 没事 我帮你安排一辆房车 让我哥开车带你转 累了随时可以休息 一听到房车 李志鹏顿时眼睛一亮 连忙跟着说 妈 你就听我弟的吧 你辛苦了大半辈子 也该享受一下了 现在我弟他成了大富豪 你四处走走 旅游一下 也算是沾光享福了 这房车由他来开 不就算是他的了 再说 到处去旅游时要花钱的 只要多抱一点 他不就有钱了 奶还用在辛苦上班 韩非也说 妈 你就听小哲的吧 他也是想孝顺你 那好吧 我就也到处旅游一下 听李哲 李志鹏他们都这么说 李英武也就笑着答应了下来 他这人固执而又缺乏主见 李哲看了李志鹏一眼 对他心里那点小算盘 一清二楚 不过他也不在意 一辆房车 一点钱而已 重要的是 让母亲过一个舒心的晚年 多享点福 事实上 要不是他这便宜哥哥 分不清清书远近无法交心 真照顾对方一下 给个几千万 对他来说 又算什么 告别了李父 李母 李哲和小乔两人 就上了兵力RNAC RL 在四五个保镖护送下前往机场 坐上了飞往马赛的飞机 法国 马赛港 还没有到港口 李哲和小乔两人 在车上远远就看到 海边停着一艘巨型豪华邮轮 这就是两人 即将要乘坐的地中海真爱好 从车上走下来 小乔仰望着眼前的豪华邮轮 感觉越发巨大巍峨了 犹如一栋海上的摩天大楼 老公 这邮轮也太大了吧 李哲笑了笑说 我们就要在这艘邮轮上 度过八天七夜 这艘地中海真爱好 长362米 高72米 宽66米 重达22.7万吨 载了13台1万马力的柴油发动机 时速可达45公里 它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邮轮 比航母都要大得多 是当年泰坦尼克号的5倍 价值更是高达13亿美元 是李哲也还买不起的奢侈品 这艘邮轮能够容纳6680名游客 以及2200名工作人员 船上足有16个公游客使用的甲板 22个口味不同的餐厅 以及4个游泳池 还有儿童水商乐园 篮球场 溜冰场等 丰富的娱乐设施 航行在大海上 真就像是一座漂浮的小岛 就在李哲和小乔两人说话的时候 两个身材红色制服的 邮轮公司工作人员走了过来 走吧 工作人员来接我们了 李哲对小乔说 从上飞机到下飞机 再到邮轮上 邮轮公司都安排有专职人员 为旅客服务 相比国内那些只知道领游客 去商店购物的旅行公司 这邮轮公司的服务态度 真美地说 跟着工作人员登上邮轮 一走进大厅 映入眼帘的豪华程度 让李哲都有点震撼到了 大厅的旋转楼梯 每集台阶都是用湿滑落士旗水晶打造 每集台阶造价就高达25万美金 大厅里金碧辉煌 光彩夺目 每一处都极尽奢华 小乔更是看呆了 奢华得犹如梦幻 令人眩晕 这也太漂亮了 李哲在心里 大丈夫声当如是 不对 是以后一定也要买一艘这样的邮轮 走 我们先去房间吧 人生无常 书中原形 那个固执的老人已经不在了 第583章 蜜月结束 在邮轮上 指定免费餐厅用餐偶像剧中 看到高富帅男主 带着坐游轮度蜜月或者约会 往往会给人一种很奢华的感觉 实际上 坐一趟豪华邮轮 并不需要花太多钱 八天七夜游内舱房 只要639欧每人 还包括了各种基本费用 一日三餐 客人可以在邮轮上 指定免费餐厅用餐 也可以选择自住餐厅 除三餐外 还包括下午茶 水果及西式糕点 以及午夜自住餐 另外 邮轮上的一般健身设施 如游泳池 健身房 舞厅 剧场等等 也是免费的 还有免费的晚会 以及表演项目等 这样算下来 639欧 每人真的不贵 并且赶上打折的话 更是只要三四百欧 甚至更低 欧洲经济好一点的国家 平均工资都在2000以上 对于普通人来说 也是可以轻松消费得起的 李哲定的是一间双人阳台大床房 跟普通酒店的豪华房差不多 面积在25平米左右 拥有双人大床 沙发 衣柜 和带有淋浴设备的浴室 互动智能电视 卫星电话和保险箱 以及一个迷你酒吧和空调 走进房间放下行李 李哲对小乔说 你觉得这房间怎么样 不行 我们再升仓 小乔私下打量了一下 笑着说 不用换了 这条件就很好了 他并不像有些女孩那么娇气 对吃住并不那么讲究 五星酒店住的 小旅馆也住的 高档餐厅吃得 路边摊也吃得 其实 李哲原本是想定一间套房的 顶级豪华套房200多平米 有专属的家庭影院 桌游房 甚至还有滑滑梯 但两人住那么大的房间 就显得太空旷了 不如这样的小房间温馨 这阳台真漂亮 小乔推开了落地窗门 来到外面的阳台上 他扶着阳台的栏杆 迎着阳光 吹着海风 露出惬意的小表情 李哲笑了笑 漫步走到小乔身后 从后面轻轻搂住了他 他最喜欢他这容易满足的样子 小乔松开栏杆 缓缓张开了双臂 闭上眼睛说 老公 我们现在的样子 像不像泰坦尼克号里的 那个经典镜头 泰坦尼克号 不像 李哲顿了顿说 我们现在可在船上 你就不能说点好的 怎么了 小乔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 不解地说 泰坦尼克号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大船沉了 杰克死了 小乔收到一半反应过来 不好意思地笑笑 好像是不太吉利哦 李哲倒不担心会出事 这艘游轮 可是比世界上最大的航母 还要大得多 是当年泰坦尼克号的五倍 地中海又是内海 没有太大的风浪 出事沉默的可能性 基本未灵 小乔突然说 老公 要是你出事死了 我会陪你一起死的 绝对不会像露丝一样独活 李哲听了 忍不住轻叹了一口气 你就不能怕我好点 对于杰克和露丝这样的爱情 他很不以为然 露丝一个落魄的贵族之女 吃未婚夫的 用未婚夫的 还收了人家的海洋之心 却背叛未婚夫 出轨了一个小混混 你要追求自由 爱情莫问题 但你也要把海洋之心 还给人家 结果你给扔海里了 妥妥地绿查一个 再说 就算露丝真和杰克私奔成功 两人也很难有一个好结果 落魄的贵族之女 也是贵族 真能跟一个穷小子 吃苦受穷 两人不过是一时的激情罢了 在阳台吹了一会儿海风 李哲对小乔说 乔宝 你饿不饿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嗯 好 我还真有一点饿了 小乔笑着说 这座邮轮有大小22个餐厅 其中较大的 是二间自住餐厅 二间免费主餐厅 和三间收费特色餐厅 李哲带着小乔 先去了一家免费的自住餐厅 这是一家地中海风味餐厅 餐厅里客人不少 大多是白人 也有少数亚洲面孔 李哲和小乔两人 拿盘子取用了一些食物 然后找了一个空桌坐下 坐在两人不远处的是一对 来自南亚的年轻情侣 吃东西直接上手抓 至于对方到底是印度 还是巴基斯坦的 李哲就没法确定了 这东西还挺好吃的 小乔吃的是一种 以兔肉搭配橄榄 刺山干 番茄和土豆做成的食物 李哲想到了什么 带着笑意说 兔兔这么可爱 你怎么可以吃它 小乔听得一愣 然后笑了出来 撑了他一眼 等吃完饭之后 两人就在邮轮上逛了起来 这个是小乔提议的 不过 在逛了一会儿后 他就开始喊起泪来 这艘邮轮太大了 上下十层 犹如一个小城市一般 于是 两个人就回到了房间休息 一回到房间 小乔就抱住了李哲 老公 他撒娇似的 在他身上蹭了蹭 你干嘛 李哲假装默看懂他的暗示 要不我们 你懂的 现李哲装傻 小乔直接动手扒他衣服了 你不说累了吗 要不今天我们就早点休息吧 坐了一天 飞机我也有些累了 李哲制止了他的流氓行径 这几天 他为了安抚沈新一 他们可莫少辛苦 昨晚又鞠躬尽催了一夜 再不休息一天 可真要死而后已了 哼 小乔不满地轻横了一声 这个家伙 昨晚疯狂地不是人 现在却又装模作样起来 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早 李哲就被小乔给摇晃醒了 怎么了 李哲睁开眼睛说 他还以为 有人遇到风浪了 这种巨型游轮 行驶时非常平稳 根本感觉不到颠簸 真像一座海上的岛屿一样 快 你跟我来 小乔把他从床上拉了起来 来到外面的阳台上 看这景色多美啊 李哲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就现一轮红日 从海平面缓缓升起 漂浮在天边的放射状云朵 被渲染的色彩斑斓 耀眼夺目 变化万端 这景色确实极美 两人这次游轮之行的第一站 热纳亚港到了 热纳亚 齐维塔维基亚 巴勒墨 瓦莱塔 巴塞罗那 再回马赛 八天七晚的游轮浪漫之旅 途径法国 意大利 马尔他 西班牙四国 六大旅游胜地 小乔和李哲两人在游轮上赏海景 观星空 登顶圣赛维拉城堡 漫步于Mondello海滩 游览巴拉卡公园 度过了一个难以忘怀的浪漫旅程 蜜月旅行结束 回到护士之后 李哲就忙着处理公司积压的工作 时间匆匆 转眼就到了七月的下旬 张江高科技园区 去动集团总部 去玩科技 广告招商部 办公室里 一个女员工伸了个懒腰 用一种解脱般的语气说 终于要下班了 明天又是周末 可以好好休想 她转头看向身旁的何璐 璐璐 周末 你打算做什么 我得去乡个亲 何璐说 乡亲 璐璐 你这么漂亮还需要 没办法 亲戚介绍的 必须去应付一下 就在这时候 刘杰抱着一个装满了红包 喜糖和精美礼盒的大箱子 走了进来 红包 喜糖和手办里 一人一份 都过来领东西吧 她大声说 这是谁要结婚了 办公室里的人 纷纷起身围了过去 第584章 又要结婚 刘杰 不会是你要结婚了吧 有人开玩笑说 当然不是我 我连女朋友还没有呢 刘杰笑着说 那是谁 大气啊 结婚还发红包 陈鱼落雁黄金饰品 这手办理很贵重啊 我怎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呢 众人一边领东西 一边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东西大家都拿到了吧 吴主管从外面走了进来 笑着说 吴哥 难道是你要结婚了 一个女员工问 吴主管笑了笑说 别管谁结婚 有东西拿不就好了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领了东西 就可以下班了 等吴主管走了 何璐若有所思地对刘杰说 刘杰 是李总又要结婚了吧 刘杰愣了一下 有点意外地说 你怎么猜到的 李总 我们大老板又要结婚 有人忍不住惊讶说 他不是刚结婚吗 难道又离婚了 这也太快了吧 你可别瞎说 何璐警告说 什么叫我瞎说 你不是说李总又要结婚了 不离婚 怎么再婚 重婚可是犯法的 为什么不行 支办婚礼不领证 不就不违法了 听了何璐这话 办公室内的机人 不由有些面面相觑 还可以这样 我们这大老板 可真会玩 那李总这次 又是跟谁结婚 不会是刘主任 刘凯月 吧 何璐摇了摇头说 这我也不知道 他转头看向刘洁 你知道吗 刘洁犹豫了一下 压低声音说 是一人经济部的周总监 周总监 哪个周总监 有人莫听明白 就是周子瑜 那个很有名的美女作家 陈瑜 陈瑜 那个国内第一美女作家 有人惊讶说 李总可真是厌妇不浅 小乔 刘主任 刘凯月 周总监 可是一个比一个漂亮 不止 还有以前的沈秘书 沈新一 王秘书 王芷宁 以及现在的张秘书 张文君 靠 我发现做秘书 好像是尚未捷径啊 要不怎么说秘书 是老板最亲近的人呢 刘宇飞不是也跟李总传过绯闻 对啊 刘宇飞 我真太羡慕李总了 在场的男员工们 都对李哲这大老板的 艳福羡慕不已 不知道这次婚礼 我们有没有机会参加 上次 我就运气不好 没有抽到晴天 一个女员工说 估计是够腔 李总这次是和情人结婚 应该会比较低调 有人猜测说 这次婚礼 只有行政六级以上 才有资格参加 我们就别想了 刘洁说 行政六级以上 这么说连野无主管 都莫资格参加了 行政五级 就是部门副经理级别 陆陆 你是李总的同学 这次应该有机会吧 有人说 和陆自嘲一笑 我跟李总只是同校的同学 我们那一届 可有一万多人 不过 刚哥肯定有机会 对了 刚哥呢 楼上 总裁办 赫志刚敲门走进办公室 发现郭建正也来了 正在跟两个下班 还没走的女秘书聊天 总裁办的下班时间 要比普通部门还早一些 一般来说 职位越高 工作就越轻松 最辛苦的都是底层人 普通白领要996 潜体力活的蓝领 更是要715 赫志刚对郭建点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然后就对两个女秘书说 张秘书呢 张秘书临时有事出去了 你稍等一会儿吧 一个女秘书笑着说 赫志刚找了一个空桌子坐下 看着郭建和两个女秘书聊天 等了一会儿 办公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张文君走了进来 他穿了一条黑色的路肩连衣裙 外塔浅绿色针织外套 波浪卷的披肩长发 整个人看起来明媚动人 赫志刚和郭建两人连忙站起身来 文君 你来了 张文君对他俩抱歉笑笑 钢哥 建哥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这是李总让我转交给你们的 他说着 把两个精美的红色信封 递给了他俩 赫志刚接过来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是一张华丽的请帖 宋程赫志刚先生抬起 锦定于公立2011年7月24日 魏里哲先生和周子瑜小姐举行结婚典礼 哲子又要结婚了 这话是郭建说的 张文君笑了笑 眼中闪过一丝失落 婚礼举办地点在冀州岛 你们都有护照吧 有 那你们明天上午10点在机场集合 李总会安排私人飞机 送你们去冀州岛 私人飞机 赫志刚和郭建两人 下意识地对看了一眼 都有些震撼 李总他买私人飞机了 张文君淡然地笑了笑 嗯 今年刚买的 李哲和周子瑜 原本是选了马尔代夫 夏威夷和冀州岛三个地方 最终定在冀州岛 一是冀州岛免签 便于宾客参加婚礼 二是冀州岛离的最近 航程只要一小时二十分钟 私人飞机可以多往返几次 多接上几波宾客 赫志刚和张文君又客气了两句 就准备离开 郭建却迟疑着说 文君 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说 你能不能多给我一张琴帖 我想带一个 我女朋友一起去 张文君听了 略有些未难 擒铁好办 可航班人选都已经定好了 这样我打个电话帮你问问吧 他说着拿出手机 拨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 他放下手机笑着说 我跟机组人员沟通了一下 可以多加一个人 文君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郭建连连感谢说 顿了毒 他四下看了一眼 低声说 文君 希望有一天 也可以参加你和哲子的婚礼 张文君听了愣了一下 露出了无比灿烂的笑容 从总裁办出来后 郭建跟贺志刚打了个招呼 就先离开了 先走了 贺志刚 杨浩他们 看不惯郭建 郭建同样 也看不惯贺志刚他们 他一边走 一边迫不及待地 拿出手机拨了出去 喧喧 看着郭建离去的背影 贺志刚不禁有些后悔 早知道的话 他就先向张文君 多要一张情帖了 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要是他能约阮家威 一起去冀州岛参加婚礼的话 没准两人的关系 就有转机了 第二天 郭建一早就开着一辆宝马X5 来到了嘉定 车子刚在工作室楼下停下 就看到陆萱萱 已经门口等着了 他穿了一件浅灰色的 陆坚A字裙 皮肤白嫩性感 好身材显露无遗 健哥 你来了 他露出一个明媚的笑容 萱萱 你等很久吧 郭建一边说着 一边走到副驾驶 帮陆萱萱打开了车门 赶紧上车吧 第585章 登机 陆萱萱上车后 一边私下打量着 一边说 健哥 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 我这次肯定莫及会 去参加李总的婚礼 他顿了毒 笑着说 我尝这么大 还没出过国内呢 郭建坡有些得意地笑了笑 萱萱 你喜欢就好 对了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这次 我们要坐私人飞机 去济州岛 私人飞机 陆萱萱不禁抬高了声音 李总他买私人飞机了 郭建点点头 一副与有容颜的表情 以折子的身家买 一架飞机 还不是小意思 航班名额都已经定下了 临时加入比较麻烦 所以我就说 你是我的女朋友 萱萱 你不会介意吧 陆萱萱轻柔一笑 健哥 你不用解释 我明白的 郭建听了 以为陆萱萱 也对他有好感 顿时心里有些激动 安全带 他说着探过身来 帮他系上了安全带 这样一来 两人挨得极静 郭建闻着陆萱萱身上的香味 不禁有些燥热 谢谢 陆萱萱对郭建笑了笑 眼中却闪过一丝反感 健哥 这车也是李总的 他试探性地说 这年代 BBA还没有烂大街 宝马X5 也算是中档豪车了 郭建一边发动车子 一边说 算是吧 这是公司的车 昨晚他想找李哲借车 却没有联系上 还是找张文君帮忙安排的 黑色的宝马X5 在路上飞快地行驶着 很快就来到了虹桥机场 郭建带着陆萱萱一走进机场 就发现 贺志刚 杨昊 成想他们都已经到了 还有一些不认识的男生女生 分粮火站着 应该是周子瑜的朋友和同学 大家都到了呀 他主动跟贺志刚 杨昊他们打了个招呼 这是我女朋友陆萱萱 郭建说着 借机挽住了陆萱萱的胳膊 原本他是想搂陆萱萱的腰 但还是默感 贺志刚 杨昊他们看向郭建的目光 不禁有些嫉妒 只觉得一朵鲜花插在了那傻上 陆萱萱这样的漂亮女生 怎么可能看得上郭建 这小子 不会是在吹牛吧 贺志刚心里更是后悔 昨天他真错过了一个好机会 大家好 陆萱萱笑着说 注意到贺志刚 杨昊他们羡慕的眼神 郭建心里 不禁很是得意 有一个漂亮 身材又好的女朋友 确实是一件极有面子的事 这时候 一个打扮得体 清秀 柔美的女生 顺着人流走进了机场大厅 他私下打量了一下 就朝贺志刚他们这边走了过来 郭建在看到女生后 明显有点意外 谭慧 你也来了 他真没到谭慧会来 李哲并没有给谭慧发情帖 而是周子瑜邀请来的 他不仅给谭慧发了情帖 还给高中时很不对付的成林 也送去了情帖 在他这最幸福的时刻 要没有敌人们的见证 岂不遗憾 谭慧对郭建淡淡点点头 他原本是理科班的 高二才转到文科三班 重点班 和文科四班 普通班 得郭建 只能算认识 两人并不熟 贺志刚也对谭慧点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杨昊却只是 看了谭慧一眼 便把目光移开了 这小子现实得很 对于谭慧这样没有价值的人 根本懒得理会 郭建看了眼时间 发现九点半多了 我们不能提前登机吗 等等吧 张秘书还莫道 贺志刚说 等了有十几分钟 张文军带着四五个男女 走了过来 贺志刚 郭建他们一眼就认出来 都是集团的高层 去玩科技的总经理赵家 研发部经理于中锋 去动视频的副总经理安雅 还有一个今年新入职的集团副总 姓陈 据说背景很不简单 陈总 赵总 于经理 安总 还有张秘书 贺志刚他们连忙打招呼说 张文军扫视了一圈 然后笑着说 人都到齐了吧 那我们就登机 私人飞机不用换登机牌 不用拖运行李 不用排队安检 在地勤人员的引领下 张文军一行人 来到专属安检通道 进行安检 我还是第一走专属通道 霍丽丽有点兴奋的小声说 曹小倩接话说 我还是第一次坐飞机呢 宋小娜笑着说 小倩 那你可以牛掰了 第一次坐飞机 就坐私人飞机 以后有人问你 做莫坐过飞机 你就可以说 我就知 坐过私人飞机 说完 他们几个人都笑了 紧跟着走在他们后面的成林 撇撇嘴 在心里说了一句 土包子见识少 嘴上这么说 实际上他也 没有坐过私人飞机 2011年 全国13.5亿人 只有一亿多人坐过飞机 而国内注册的私人飞机 更只有90多架 是财富的终极体现 走过安检通道 赫之刚 郭剑他们入幕 就看到一架外形炫酷的豪华商务机 停在停机坪上 弯流G550 飞机长度29.39米 翼展28.5米 高7.87米 飞机最大时速904公里小时 可以不间断飞行 12501公里 搭载19名乘客 持续飞行12小时 可以从沪市直飞洛杉矶 或从纽约直飞迪拜 这样的大型商务机 在国内可没有几架 这飞机可真大啊 霍利利忍不住感叹了一句 弯流G550 虽然无法跟动辄60 70米长的波音747 等民航大型客机相比 但也绝对算是大型商务机了 至少是超出了霍利利他们的预期 站在郭剑身旁的陆萱萱 更是流露出深深的厌慕 向往 这就是顶级富豪的排场 他要是能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就好了 一个27、8岁 身材妙慢 成熟妩媚的美女成务长 带着两个漂亮空姐 在机舱门口迎兵 欢迎各位乘坐本次航班 贺之刚 郭剑他们不禁都多看了他一眼 这个美女成务长颜值高 身材好 气质更是一流 陆萱萱颜值和身材也很好 但和对方一比 就要略显青涩了 而另外两个年轻空姐 颜值和身材也都很是出挑 这航班空姐的质量 真是没得说 不过 贺之刚的目光 在落到一个空姐身上时 却不由愣了一下 不只是他 杨浩 乘想 霍丽丽 他们也都露出了意外之色 陈副总 赵家等公司高层 先行登机 众人依次上了飞机 走进机舱后 众人好奇地四下打量着 机舱内低调又不失奢华 驾驶舱的门半开半眼 能看到里面的机务人员 和仪表盘 沿通道往里走 左右两排是一人坐的真皮沙发 坐上去很柔软和舒适 再往前 靠舱墙位置 是一张四人坐的布衣沙发 和一张椭圆形圆木桌子构成的小吧台 跟普通客机不一样的是 14个椭圆形的闲窗让视野更开阔 而2米多的室内高度 则让客舱充满了纵深感和立体感 还是私人飞机好 这么宽敞 是啊 座椅又大又舒服 当然宽敞了 这么大的飞机 就坐了我们十几个人 这么豪华的飞机 不得上意 上意哪够 几个亿还差不多 女生们一边参观 一边你一言我一语兴奋的小声议论着 郭剑找了两个烧铐后的位置 殷勤地对陆萱萱说 萱萱 你坐里边吧 靠窗室也好 陆萱萱笑着点点 在窗边坐了下来 赫志刚和杨浩两人 也随便找位置坐了下来 刚才那个空姐是夜山吧 她怎么不做主播 跑来做空姐了 赫志往机舱口的方向看了一眼 夜山是红尘航院的 和卵小林同届 做过游戏推广员 演过戏 后来做了主播 但混得都不怎么样 呵呵 杨浩玩味一笑 你忘了 这是谁的飞机 万一有机会攀上高枝 不比她在网上直播卖笑墙 哪个榜一大哥 能比得过哲哥 赫志刚听了 笑了笑 笑得有些萧索 这些漂亮女生 怎么眼里都只有钱 只想着攀高枝 第586章 女主人 杨浩突然露出了一个 有些猥琐的笑容 低声说 那你女成务长 可真是极品 刚哥你说是不是 那身材 那气质 谁受得了 泽泽 哲哥可真会享受 选了这么个极品油物 另外两个空姐也不差 特别是那个夜山 看着就马早 赫志刚看了他一眼 有点无语地说 浩子 你小子的思想 能不能别那么龌龊 人家可能早就有男朋友了 甚至已经结婚了 杨浩嗤之以鼻地笑了笑 有男朋友了 结婚了又怎么样 谁还能拒绝得了哲哥 再说 这不是更刺激 顿了毒 他有些显摆地说 不要说是哲哥 就算是我 那些漂亮的小模特 小演员 招招手也是要多少有多少 好多漂亮女群演 为了一个露脸的角色 就跟群演睡了 这小子越说越飘 伸手拍了拍 贺志刚的肩膀 刚哥 你惦记了霍梦言 三四年也没戏 可要是换成哲哥 估计几天就拿下了 要我说 就不如让哲哥 帮你把霍梦言收了算了 便宜了自己兄弟 总比便宜了外人强势吧 贺志刚听完 沉默不语 脸色很是复杂 过了几秒 他说 你别拿自己的想法 去衡量哲子 他虽然风流 但还有底线的 杨昊愣了一下 点点头说 那倒是 哲哥算是好男人了 要是我有哲哥那条件 肯定把那些漂亮女明星 女网红都叫到别墅 在泳池边开一场比基尼 party 靠 想想就刺激 贺志刚笑骂了一句 你小子心里就那点破事是吧 还美女party 你也不怕累死 累死 累死也值啊 杨昊撇撇嘴 继续说 刚哥 你也别装了 别告诉你 不喜欢美女 你那么惦记人家霍梦言 还不是贪图人家漂亮 贺志刚摇了摇头 我是喜欢美女 但我可不会乱来 我劝你还是悠着点 别太胡搞了 否则哪天翻车了 就像港岛那个陈老师那样 到时折子 也帮不了你 杨昊却完全不当回事 笑笑说 放心 我知道分寸的 圈子里的人 有几个不玩的 翻车 被爆出来的 都是得罪人了 这时 飞机舱门关闭了 女乘务员长 带着一个空姐走了过来 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 起飞过程中 飞机会比较颠簸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可不可以不系安全带 有女生笑着问 女乘务长脸上 带着职业的笑容 为了各位的安全 最好还是系上安全带 她这意思就是 不强制 那手机不用关了吧 有人又问 这个没有要求 手机都不用关 私人飞机就是好啊 很快 飞机就起飞了 短暂的颠簸过后 飞机进入平稳阶段 众人也都把安全带解开了 有人还四处走动起来 夜山和另一个空姐走过来 询问大家 需不需要一些食品或饮料 那都有什么 有人问 夜山身旁的空姐微笑着说 矿泉水 热茶 咖啡 果汁 啤酒 基本的饮料 酒水都有 还有葡萄酒 白酒和洋酒等多种高档酒水 食物的话 这次航班没有准备定制菜 只有一些简单的食物 例如三明治 糕点 沙拉和水果等 那茅台有吗 郭剑好奇地问了一句 有的 空姐点点头 您需要吗 还真有啊 郭剑想了想说 算了 还是给我们两杯果汁吧 说着 她转头 看了陆萱萱一眼 葡萄酒都有什么 霍莉莉问 黔红 黔白 桃红 起泡酒 甜酒等 那个什么拉菲 是87年的拉菲 宋小娜在一旁提醒说 对87年的拉菲 有吗 有的 给我们三人一人来一杯 我们也尝尝拉菲是什么味道 霍莉莉说着 转头笑着 看向曹小倩和宋小娜两人 好的 几位稍等 漂亮女空姐 徐徐然离去 陆萱萱拿着一杯果汁 小口小口喝着 目光不时看向空姐休息区那边 突然 她放下果汁 站了起来 我出去一下 萱萱 你去哪儿 郭剑连忙问 她还真带入了男朋友的角色 我去趟卫生间 陆萱萱应付的笑笑 不过 离开了座位后 她却没有去卫生间 而是往夜山那边走了过去 夜山有些无聊地靠在酒柜上 她身材高挑 是那种明艳型美女 也就是偶像剧中的那种反派女二 浓颜 攻击性强 注意到陆萱萱走了过来 夜山连忙站直了身体 露出职业的笑容 请问 你有什么需要 珊珊姐 是我呀 海绵 小海绵 陆萱萱热情地说 她之前直播时 跟夜山连过几次线 两人算是朋友 海绵 你来参加李总的婚礼 夜山笑了笑说 你可以啊 这资格 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 也是巧合了 刚好我的一个粉丝 是李总的高中同学 陆萱萱说着 往郭剑那边看了一眼 珊珊姐 你怎么做空姐了 以后不做主播了吗 夜山解释说 我大学的专业就是空城 现在做空姐 也算专业对口了 再说 私人飞机的空姐 和普通空姐不同 平时工作很清闲 也不影响我做主播 她打量着陆萱萱心理移动 听说李哲很喜欢这种单纯 傻傻的女生 何况这个小海绵 不但长相占优 身材还这么好 海绵 其实你也可以兼职做空姐的 我做空姐 陆萱萱听了很意外 可是我也没学过呀 什么都不会 没关系的 夜山笑着说 你可以做礼仪空姐 以形象为主 只要长得漂亮 身材好就行 对职业素养要求不高 集团旗下的艺人 主播都可以报名 她顿了顿说 兼职体验一下 做空姐的感觉 真挺好的 不但可以免费坐私人飞机 还有机会到处游玩 再说 在这私人飞机上接触的 可都是大人物 莫准什么时候 就能得到机会 陆萱萱没有说话 目光闪动 明显是有些心动了 一小时二十分钟 转瞬即逝 飞机很快就抵达了 冀州国际机场 贺志刚 郭剑 霍丽丽 他们一行人一走下飞机 就看到了来接机的周紫瑜 她一袭黑色长裙 墨镜 头上戴着大大的遮阳帽 风姿绰约地站在停机坪外 七八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女保镖 站在她身后 一段时间不见 紫瑜变得更漂亮 也更有饭了 霍丽丽有些感叹地说 曹小倩 宋小那两人都点了点头 真有豪门女主人的架势 我觉得紫瑜比小乔更适合做豪门女主人 霍丽丽说 可惜你不是李哲啊 曹小倩笑着说 宪章文军一行人从飞机上下来了 周紫瑜伸手优雅地摘下墨镜 戴着笑意 步履款款地迎了上来 陈总 赵总 与经理 他先是跟陈总 赵家 与中峰等集团高层打了个招呼 周作家 真恭喜你和李总啊 陈总等人对周紫瑜也很客气 完全把他当成了集团的女主人 跟和小乔举办婚礼时 只请了亲戚朋友和公司内部员工不同 这次和周紫瑜的婚礼 李哲虽然办得比较低调 外界 甚至公司里的很多普通员工都不知情 但在上流圈子里的影响力却极大 商场上的朋友李哲 几乎都邀请了个遍 互联行业的大佬 更是一个没落下 都发了情帖 看起来 这次反倒是更像正牌婚礼 这种做法 无疑表明了一种态度 周紫瑜虽然没有正式名分 但却是去动集团实质的女主人 在跟陈总 赵家他们寒暄过后 周紫瑜又跟贺志刚 郭剑他们打了个招呼 然后他笑着 对霍莉莉他们说 莉莉 小倩 小娜 你们来了 霍莉莉有些激动地说 紫瑜 恭喜你啊 终于得偿所愿了 第587章 奉子成婚 周紫瑜对霍莉莉笑了笑 视线转落到了 小元和张明瑜两人身上 小元可以说是 他高中时唯一的朋友了 小元 你俩这是在一起了 小元转头 看了身旁的张明瑜一眼 笑着点点头 嗯 我们俩在一起了 周紫瑜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挺好的 你们俩很般配 希望我也可以尽快参加你们俩的婚礼 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小元笑着说 高中时 周紫瑜就瞧出了张明瑜暗恋小元 只是那时小元眼里只有男朋友徐胜 根本没注意过张明瑜 如今张明瑜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成林站在小元和张明瑜两人身后 看向周紫瑜的目光满是极度和复杂 这个周紫瑜怎么就这么好命 高中时有周一扬护着 上了大学 更是遇到了李哲那样的潜力骨 现在居然成了百亿豪门的女主人 她凭什么 就凭她狐媚子会勾引男人 她不过是一个下贱的女人罢了 周紫瑜似乎有注意到成林的目光 对她友好的笑笑 这种不计前嫌的友善 却让成林更不爽了 惺惺作态 寒暄过后 一行人登车离开了机场 周紫瑜和陈副总 赵佳 于中峰等集团高层 一起上一辆七座的奔驰MPV 贺志刚 郭剑 霍丽丽 肖远等人也纷纷上了其余几辆商务车 七八辆车浩浩荡荡地驶出了机场 霍丽丽他们兴奋而又好奇地打量着车外的景色 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 有些阴沉 公路两侧是翠绿的桥木 车流穿梭不息 大多是现代 奇亚 三星等等 感觉这里和国内差不多吗 也看不出多发达 霍丽丽说 南韩在2005就被联合国认定为发达国家 人均收入达到了2万美元 冀州岛只是一个旅游城市 肯定不像汉城那么发达 宋小娜说 其实他俩想多了 就算是南韩最大的城市汉城 高楼大厦伶俐 繁华无比也只是表象 更多的还是城中村 平民区并不像韩剧中那么美好 就像国产剧没穷人一个样 车队行驶了将近一个小时 来到市区变得繁华了起来 道路两边的商铺招牌 都是英文或是字母字 韩文打扮新潮 精致的年轻男女来来往往 南韩整容液发达 在穿搭 时尚这块确实引领潮流 这是哪个城市 曹小倩问了一句 这是西规浦市 冀州岛最南端的一个滨海小城市 这里风景不错 购物也很方便 你们可以到处玩玩 开车的女保镖说 很快 车队在海边一座炫酷奢华的船型大酒店前停了下来 霍莉莉 周元他们一走下车 入目就看到一小片椰子树和大片的草地 再往远处去是垫蓝色的大海 这里的风景好漂亮啊 霍莉莉忍不住赞叹说 是啊 在这举办婚礼太浪漫了 宋小娜也说 周子瑜吩咐张文君先带陈副总 赵家他们等集团高层去酒店安顿 然后他对霍莉莉 周元笑着他们说 我先带你们办理入住 等你们安顿好了 我们一起吃个饭 杨昊笑着问 嫂子 哲哥他还没过来吗 周子瑜点点头 嗯 他还在国内 要晚上才能到 这座海边酒店是济州岛最好的五星酒店之一 位于西规浦市中心地带 自然环境十分优美 面朝大海 比邻正方瀑布 西规浦等景点 为了这次婚礼 李哲把整个酒店都包下了一个星期 花费数百万 周子瑜为贺志刚 郭剑 霍莉莉 他们安排的都是标准间 两人一间 房间在25平米左右 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型双人床 贺志刚和郭剑一间 霍莉莉和宋小娜一间 萧元和张明宇一间 霍莉莉走进房间 一放下行李箱 就快步来到了窗边 小娜 我们这房间位置好好 向窗外望去 就是郁郁葱葱的树林 沙滩和电缆的海水 宋小娜也走过来 和她并肩站在一起 子瑜说房间 她都定了一个星期 参加完婚礼 我们还能在这里晚上五六天 霍莉莉笑着说 你做主播工作自由 我可不行 我是请假过来的 最多也就只能待两三天 宋小娜有点遗憾地说 两人看了一会儿风景 宋小娜说 走 我们去餐厅吧 子瑜他们可能都过去了 二楼自住餐厅 贺之刚 郭剑 周元他们十几个人 三五成群地围坐在烧烤台边 说说笑笑 气氛十分热闹 周子瑜身边的人最多 萧元 曹小倩 陈文静 另外 还多了曹倩和赵敬衙两人 他俩昨天就坐飞机过来了 于香子则是跟在李哲身边 还没有过来 贺之刚 杨浩 林景 承响 他们几个男生坐在一桌 成林和张依娜 以及谭慧坐在了一起 张依娜是承响的女朋友 郭剑和陆萱萱单独坐在一块 这小子绝对是重色轻有 烧烤台上摆放着和牛 黑猪肉 以及各种海鲜 蔬菜等食材 当然少不了的 还有还有各式各样的泡菜 毕竟 这是人家南韩特色 据说南韩人还发明了一种冰箱 泡菜冰箱 专门用来装泡菜 酒是啤酒和烧酒 南韩烧酒不是烈酒 是一种酒精饮料 主要原料是大米 度数较低 现货莉莉和宋小娜两人走了进来 曹小倩对他俩招招手 莉莉 小娜这边 就差你俩了 等霍莉莉 送小娜落座后 萧原笑着举起了酒杯 来 既然人到齐了 那我们就一起钱一杯吧 她说着 转头看向周子瑜 提前助子瑜新婚快乐 和李总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 好 霍莉莉他们一听 也都纷纷到酒聚起酒杯 旁边贺志刚 郭剑 谭慧 他们几桌的人 也是一样 周子瑜笑了笑 却没有拿酒 而是倒了一杯茶水 举了起来 我这几天 身体有点不舒服 就不喝酒了 以茶代酒 一杯酒喝完 大家就正式开吃 霍莉莉 萧原他们 这些女生们 一边烤东西吃 一边聊天说笑 贺志刚 杨浩 承想他们几个男生 更是拼起了酒来 郭剑很甜狗的 忙着帮陆萱萱烧烤食材 霍莉莉注意到 周子瑜很少动筷子 忍不住说 子瑜 你怎么不吃啊 周子瑜轻笑了一下 你们吃吧 我不 话说到一半 她忽然脸色微变 转头 眼口干呕了起来 子瑜 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你是不是生病了 宋小娜 周园他们 纷纷关心地问 周子瑜干呕了一会儿 似乎舒服了一些 轻吐了一口气说 我没事 就是这几天 有点不舒服 子瑜 要不我们 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周园有点担心地说 周子瑜笑着摇摇头说 我真没事 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 顿了毒 她说 下午我还有点事 就不陪你们了 我会让人带你们到处逛逛 饭还没有吃完 周子瑜接了一个电话 就先走了 她一走这饭局 也就没那么热闹了 没过多久 大家就都散了 霍莉莉他们一边走 一边聊着天 莉莉 你觉不觉得 子瑜她有点奇怪 宋小娜若有所思地说 乃奇怪了 她胃口不好 还干呕 你说她 她是不是怀孕了 霍莉莉愣了一下 说 不大可能吧 她是知道周子瑜怀孕这件事的 但她答应了 周子瑜会为她保密的 曹小倩反应来似地说 这么说确实不对劲 你们注意到了吗 子瑜她穿的是平底鞋 还有走路的姿势也不对 很小心 这么说子瑜是真怀孕了 宋小娜兴奋地说 我说子瑜婚期怎么这么急呢 原来她是和李哲凤子结婚啊 小乔结婚不过半个月 周子瑜就又举办婚礼 前后明显太赶了 奉子成婚 曹小倩重负了一遍这四个字 轻笑了出来 不愧是子瑜啊 第五百八十八章 大老齐聚 七月是冀州岛的雨季 天气说变就变 霍莉莉 他们商量着下午 在周边逛逛 可还莫等出门阴沉的天 就下起雨来 而就在他们泄了外出的心思后 一阵阵雨过后 天气却又突然放晴了 驱散了阴云 露出了明媚的阳光 你们打算去哪 霍莉莉 曹小倩 宋小娜他们出门的时候 刚好碰到了贺志刚 杨昊他们 我们去市区转转 贺志刚说 你们去哪 我们去海边走走 其实 贺志刚 杨昊他们是听人说市区 有一家酒吧美女很多 想去见识一下 来到国外 难免蠢蠢欲动 是男人都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 你们也都出去啊 这时 郭剑带着陆萱萱也走了过来 你俩准备去哪玩 贺志刚问 我听说附近的正房瀑布风景不错 想带萱萱去看你 郭剑说着 看了陆萱萱一眼 正房瀑布是位于西规浦市东轰洞的一处海边瀑布 也是亚洲唯一的直接流入海的海岸瀑布 高23米 宽8米 高23米的瀑布对国内来说 只能算是一个小瀑布 但在土地狭小的南韩 这就算是大瀑布了 雨后的冀州岛 天气凉爽 空气也格外清新 被大雨洗刷过的花草树木 也变得玉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 霍莉莉他们走边在海滩上 吹着海风 望着湛蓝的大海 很是惬意 海边游客很多 大多是来自汉城那边 另外 来自国内的游客也不少 这几年 南韩和国内的关系比较好 加上来韩国这边旅游相对比较便宜 所以 很多人出国游玩 首选就是韩国 其次才是泰国东南亚 霍莉莉用心学的别角韩语兰 下一对南韩年轻情侣 请对方帮他们三个拍照 不想女生直接来了一句纯正的汉语 一聊才知道 对方是来南韩读书的留学生 在这边待了几年 打扮已经韩戏化了 等拍完照片 霍莉莉目送着那一对年轻情侣走远 我觉得 韩剧都是骗人的 现实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帅气欧巴 他来南韩之前 是抱了很大的期待的 甚至幻想着 能遇到一段浪漫的异国恋 可来了才发现 南韩这边的男人 虽然比较会打扮 气质较好 但颜值大多一般 不少人还是眯眯眼 真是大失所望 曹小倩 宋小娜听了 忍不住都笑了出来 莉莉 国产剧中也有不少帅哥 可现实中你遇到过吗 宋小娜顿了毒 说 要我说李哲那样的 才是真正的帅哥 男神 霍莉莉笑着说 李哲不是有子鱼了 曹小倩也笑了笑 心里却有些不以为然 李哲长的是不差 气质更好 算是一个帅哥 但要他说有多帅 是男神 那就有些扯了 事实就是如初 就像思聪长的 跟帅绝对不沾边 就一普通长相 但有了身份加成 前首富的独子 顿时就让不少人觉得帅了 女生们更是纷纷喊老公 霍莉莉她们在海边逛了好久 直到有点累了 这才找了一家便利店 点了几杯饮料 一边喝东西 一边休息 饮料是 冀州岛特产橘子汁 纯橘子汁 很好喝 店里还有一个女生在吃拉面 吐噜吐噜的 吃得很香 看得宋小娜 都有点饿了 她是那种微胖 有点胖的女生 比较喜欢吃 南韩的拉面 其实就是国内的方便面 只是他们叫拉面 在韩剧中出场率极高 就在霍莉莉她们休息的时候 一辆大巴开了过来 在便利店前停了下来 身穿红色马甲的年轻女导游 带着一群戴着红帽子的国内游客 依次从大巴上走下来 进到便利店里采购东西 等旅游团离开后 霍莉莉对曹小倩和宋小娜两人说 要不我们去泡温泉吧 我听他们旅游团的人说附近有一个温泉 等霍莉莉她们泡完温泉 回到酒店已经是晚上了 天都要黑了 他们刚走到酒店门口 就现有几辆豪车从远处开了过来 车子纷纷在酒店前停了下来 打头的宾利车门率先打了开来 李哲和周子瑜两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紧接着 其他车子的车门也纷纷打开 一众气质不俗男女走下了车 李哲来了呀 紫瑜他这是去接机了 霍莉莉的目光在落到其中两人身上后 愣了一下 不禁惊呼出声 这不是Jack吗 Pony吗 他俩过来 还有周红一 丁三淡 曹小倩和宋小娜两人也很是惊讶 他们也都是来参加紫瑜的婚礼的 真是好大的面子 相对于李哲这个后起之秀 Jack吗 Pony吗 丁三淡等互联网大佬 可谓声名赫赫 毕竟 人家创业起家时 他还在上小学 初中呢 而去年的3Q大战 更是让Pony吗 和周红一两人的名头 响彻全国 倒是雷布斯虽然在业内声名赫赫 但此时在普通人中的知名度 却并不高 他成为网红CEO 还是在小米上市以后 没有了雷布斯的小米发布会 也就没意思了 至于 Richard Liu 此时还声名不鲜 他的高光时刻 还要等到狗东上市以后 取了奶茶 更是让他和狗东火遍网络 不知给狗东省了多少广告费 所以 别瞧不起网红 霍莉莉他们知道 李哲是最年轻的百亿富豪 是商界的大人物了 但潜意识里 还是觉得 他不能跟Jack吗 Pony吗 丁三淡 他们这些成名已久的互联网大佬相比 要差上一个层次 毕竟网易 企鹅 阿里这些大公司 都成立多少年了 李哲这才创业几年 可现在见到 李哲和Jack Ma Pony Ma 丁三淡等大佬站在一起 顿时感觉他层次一下子就上去了 也是个大佬了 就像新人和当红明星搭档出演 卡威顿时就被拔高了 这次婚礼 李哲给互联网行业的大佬们 都发了情帖 除了Robin Lee Charles Zhang等少数人莫来 丁三淡 雷布斯 Jack Ma Richard刘等人 还算给他面子 基本都来了 就连Pony Ma也来了 要知道此时去聊和微信竞争的正激烈 双方可谓势如水火 李哲笑着对Jack Ma他们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和周子余一起 引领着他们走入酒店 在转身的时候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扭头看了一眼 注意到不远处的霍丽丽他们三个后 对他们笑了笑 曹小倩和他的目光一对 顿时心里不惊一跳 温和 成熟 洒脱 自信 这个笑容太有魅力 他 李哲 好像真的很帅 献李哲 周子余 和Jack Ma 他们先一步走进了酒店 朱倩林 Kornia 柯尼亚 他们几个二代名媛 相互对看了一眼 跟着也走进了酒店 在收到了李哲 和周子余两人的婚礼请帖后 原本对周子余 有些疏远了的朱倩林等人 顿时又跟他亲密如初了 大家依旧是好闺蜜 不过 刚才眼看着周子余陪在李哲身边 和Jack Ma Pony Ma 丁三旦 他们这些大佬 谈笑风声 这让朱倩林他们对他 更是高看了一个层次 要知道 他们虽然都是家世显赫的二代 但毕竟还莫掌权 是小辈 没有资格跟Jack Ma 他们直接对话的 就像思聪吃 Richard流的瓜 转头就被王首富教训了 微博也删了 李K富面对记者的提问 对思聪的评价更是一句不认识 这个世界终究是要靠实力来说话的 眼见着李哲他们走远了 霍莉莉收回目光 感叹了一声 那不得了 子余真成大人物了 宋小纳赞同的点点头 成了百亿豪门的女主人 身份地位不同了 女人实现阶级跨越最快的方式 就是嫁人 就像奶茶嫁给了Richard流 身份地位顿时就不一样了 小倩 你在想什么 霍莉莉转头一看 发现曹小倩 还在盯着李哲他们远去的背影看 曹小倩回过神来 有些不自然的笑笑 没什么 第589章 去国外 很多人对大佬 有一种盲目崇拜的心理 实际上大佬也都是普通人 是从普通人成长起来的 Jack马两次高考失败 和表弟一起去应聘保安 因为长相问题还被淘汰了 经营翻译设施更是入不敷出 只能用自己做老师的工资 和倒腾小商品赚来的钱来补贴 Pony马刚创立企鹅时 还在通讯公司上班 法人是他母亲 退休的父亲开车奔驰跑过来给他做账 当时他做梦也不敢想 这草台班子的小公司 后来能做到七万亿市值 Richard留当初选择报考人大社会学系 是为了当官 否则以他的成绩 清北的专业随便挑 可他入学后才知道 社会学这个冷门专业 跟做官一点关系都没有 甚至连在学校找女朋友都不好找 迫于出路 他这才开始创业经商 其实 普通人中不乏有能力的人 只是缺少一个机会 一个施展才能的机会 事实上决定 你坐上哪个位置的往往不是能力 而是你有没有那个机会 有没有那个资格 时间回到几个小时前 李哲在虹桥机场 见到Jack Ma的第一印象 就是平平无奇 身材矮小前瘦 相貌平平 打扮也很普通 看不出任何大佬气势 倒是他那六亲不认的步伐 很怠感 Jack Ma看到李哲后 一副很惊讶的样子 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说出了第一句话 你这么年轻 这么小 还没三十吧 李哲愣了一下 笑了笑说 我87年的 今年24 虚岁 未了显得年纪大一一些 他留了点胡茶 还戴了一副眼镜 但还是一眼能看出 不到30岁 24 Jack Ma感叹地摇了摇头 真是太年轻了 了不起 真了不起 李哲平淡地说 我也就是大学时 创业试了一下 不想就把公司做大了 其实我更希望 发展慢一点 多一点挫折 听了他这装逼的话 Jack Ma 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 哈哈一笑 其实 李哲也就是私下装一下 在媒体面前 他一贯是谦虚低调 他可不想留下什么梗 被网民们拿来调侃 像什么悔创阿里 Jack Ma 不识七美 Richard留 普通家庭 Pony Ma 一无所有 王首富 再说 李哲也不相信 Jack Ma 没有了解过他的资料 不知道他多大 好像Jack Ma第一线 Richard留时说的也是 你这么年轻 这么小 那年 Jack Ma 五十 Richard留四十一 四十一岁很年轻 很小吗 再说 Richard 长相老成 可一点不显年轻 他和奶茶站在一起 不像是情侣 更像是 这不过是Jack Ma 的一种话术罢了 李哲干脆来个年少气盛 演戏谁不会 听说 马总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 李哲转说 Jack Ma 对 我很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 最喜欢的角色就是 风轻扬 还默等他说完 李哲就抢先一步说 哈哈 你知道了 Jack Ma 不但喜欢武侠小说 年轻时 也真有点热血 95年的时候 航程有家电视台 做了个人性测试 找了几个壮汉去偷井盖 看有没有 人会制止他们 结果矮小瘦弱的Jack Ma 是唯一站出来的路人 他骑着自行车绕了四圈 想找人一起帮忙 结果默认愿意 他只好一边骑在自行车上 随时准备逃跑 一边冲着壮汉们大喊 给我放回去 算是有勇有谋了 李总 你最喜欢的喜欢的金庸武侠人物是谁 Jack Ma问 李哲笑了笑说 我比较喜欢迪云 迪云 听到这个答案 Jack Ma 明显很意外 迪云的身份是个农民 他被师妹七方叫做空心菜 是一个毫无心机 憨厚朴实的人 他的梦想就是种田 娶师妹 做一个勤劳的丈夫 侍奉师父终老 可命运的洪流 却让他卷入了漩涡中 经历各种委屈 失败 磨难 年少无疑是顺心诚意 最终他看透了世事 却依旧不忘初心 迪云是一个普通 但很真实的人物 辖之大者 为国为民是可敬 但又有鸡人能做到呢 当年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兵 金大侠也莫能弃笔头绒啊 就在李哲和Jack Ma 两人寒暄的时候 又有人了 李总你好 我是Richard刘 刘强东面带笑容 沉稳地伸出手来 刘总你好 很高兴你能来 李哲笑着和对方握了握手 在互联所有大佬中 Richard刘是他最欣赏的一个 国内企业家中 少有的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的 不过 这时的Richard刘还没有真正崛起 去年的时候 狗东的资金链更是差点断练 Richard刘甚至愁白了一缕头发 Jack Ma和Richard刘也互相打了个招呼 两人算是势如水火的竞争对手 就是为了狗东的崛起 阿里才成立了天猫 很快 丁三旦 雷布斯 Pony Ma 周洪一等大佬也都纷纷到了 眼看登机时间就要到了 Robin Lee Charles Zhang等人还没有到 李哲就知道他们不会来了 于是引领着Jack Ma等人登上了飞机 飞机抵达冀州国际机场后 李哲一走下飞机 就看到了站在停机坪外的周子瑜 现李哲他们出来了 他带着笑意快步迎了上来 李哲伸手拦住他的药 对Jack Ma他们介绍说 这就是我未婚妻周子瑜 Jack Ma Pony Ma 雷布斯等人看到周子瑜后 都颇有些意外和惊艳 他们年纪都不小了 最小的 Richard留也37了 基本都成家了 对于这些大佬来说 娶老婆最看重 还是性格相投 还有事业上的助理 颜值反倒是最不重要的 不过 是男人就喜欢美女 他们对李哲都有点羡慕 谁不想拥有个漂亮的红颜知己呢 Richard留更是有些羡慕地说 莫想到 弟妹竟然这么漂亮 他不仅羡慕李哲 找了周子瑜这么一个漂亮女朋友 更羡慕对方年纪轻轻 就这么成功了 乃像他 这一路走来 十分地不容易 李哲听了 不禁看了Richard留眼 看来这时候 他还没有脸盲正 话说 奶茶这是刚上大学吧 餐厅包厢里 李哲和Jack Ma Pony Ma 丁三淡等人围坐在一起 一边喝酒 一边高谈阔论 彼此谈论着对时事的看法和观点 你一言我一语 Jack Ma气场全开 侃侃而谈 完全成了酒桌上的中心 周红一言谈随意 不拘小杰 Pony Ma话比较少 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丁三淡笑容不断 像一个笑面虎一样 虽然偶有争论 但也算其乐融融 一点也看不出来 其实他们彼此间矛盾重重 Pony Ma和周红一 去年刚打完3Q大战 丁三淡和Pony Ma 今年微博大战 硝烟不断 李哲和Pony Ma 去聊 微信之争正激烈 丁三淡和Jack Ma这俩老乡 更是早已反目成仇 我认为云计算是未来 它不仅是一个概念 它是事实存在的 Jack Ma在大谈云计算和大数据 Pony Ma 丁三淡 周红一等人 有的认真倾听 有的不以为然 这时云计算和大数据 还都停留在概念层面 还没有落地 云计算的强大 注定需要很多设备 和无限的储存空间 还要求有强大的运算能力 而现在能完全达到这些要求的企业 乃至集团都不多 Robin Lee甚至认为 云计算只是个概念 就凭装新酒 就算在十年后 云计算依旧难以落地 Jack Ma说完后 转头看向李哲 李总你怎么看呢 我也认为 云计算是未来 甚至人类未来会进入元宇宙时代 一切都有虚拟化身 李哲把元宇宙的概念抛了出来 在他重生那会儿 元宇宙概念炒得正火 不过 在李哲看来 元宇宙纯粹 是用来骗人割韭菜的 人类不知道多久 才能进入虚拟时代 很可能虚拟时代还没来 三战爆发 人类就灭亡了 对李哲提出的元宇宙概念 Jack Ma 有些感兴趣 Pony Ma 丁三蛋 周洪一等人 却大多不以为然 Richard留那眼神 更是仿佛在说 你怎么比他 Jack Ma 还能扯 周紫瑜坐在李哲身旁 看着他跟Jack Ma等人 谈笑风声 心里说不出的骄傲与自豪 这才是他沈渝 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 酒局结束后 李哲和周紫瑜 一起回了房间 回到房间 他就倒在了床上 尝出了一口 老公 你累了是吗 周紫瑜轻声说 嗯 有点 李哲恩了一声说 这段时间 公司的事情本来就多 再加上要筹备婚礼 他确实是有点累 连情人都疏忽了 招来了卵小林 他们的不少抱怨 那我帮你按摩一下吧 周紫瑜说着 就伸出手来 帮他按起了头部 李哲闭上眼睛 享受起了他的服务 这个小鱼 有段时间 莫给他按摩过了 老公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按摩了一会儿后 周紫瑜突然说 什么事 李哲一听他这语气 就知道 要说的事情 肯定不简单 周紫瑜犹豫了一下说 等我们办完婚礼 我想去国外代产 去哪个国家 大洋对岸那个 美国 嗯 不行 李哲睁开眼睛 斩钉截铁地说 第五百九十章 选择交给孩子 周紫瑜手上动作不停 笑了笑说 我就知道 你不会同意 那你为什么 还要说 李哲问 我也不是说 要让我们的孩子移民 我查过了 就算孩子在美国出生 自动拥有了美国国籍 十八岁的时候 还是有自由选择国籍的机会 依然可以 把国籍改回来 到时候 可以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周紫顿了顿说 老公 你也不是说过吗 有了孩子 会尊重他们的选择 不会干涉太多 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这话怎么这么耳熟 他好像听过不少类似的话 有的时候 看似可以选择 实际上 选择已经注定了 李哲有点哭笑不得的叹了口气 然后一个翻身 把周紫瑜抓进了怀里 小鱼 你那点小伎俩 小心思 怎么都用在我身上了 他是知道伪双重国籍这件事的 十年后自媒体发达 什么信息都有人在网上说 不过 孩子在美国出生 长时间待在那边 等他成年后 他会怎么选 不言而喻 老公 我这点小伎俩 小心思 也只能用在你身上 周紫瑜顿了下 小声说 用在别人身上 你也不愿意啊 说完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看他这可爱的模样 李哲不禁也笑了出来 周紫瑜收敛笑意 把头靠在了他的怀里 老公 我不会再争了 以后你也不用再为难了 李哲听得一愣 这小鱼怎么突然甘心退让了 那也没必要出国 突然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目前在国外的资产 有一两百亿 甚至要比国内的资产还多 驱动集团估值潜力巨大不假 但市值这东西是很虚的 说跌就跌 上一次互联网泡沫 有些公司市值甚至跌了90% 虽然现在互联网发展正快 但事物剩到极点就会衰落 在他重生那会儿 互联网寒冬就已经来了 况且只要没套现 市值就只是一个数字 这个小鱼心思可真够深的 李哲在心里摇了摇头 不过 不管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但确实是退让了 国外那些资产 终究不能跟国内比的 我考虑一下吧 李哲轻叹了一口气 他很清楚 一步移民跟爱国没有必然联系 抗战时期 海外华侨积极捐资筹款 大批的爱国热血 华侨青年回国参战 而国内反倒很多学生 对参战并不积极 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 口号很热血 但实际上 当年国内高校自愿参军的学生并不多 爱国和民族自豪感 更多的还要看教育 看国家的综合国力 但这也并不代表 他希望自己的孩子 去做一个外国人 老公 我会听你的 你要真不希望我去 那我就不去 周子瑜柔声说 他想了想又说 你说那些明星和富豪 都那么有钱了 在哪里都可以生活得很好 他们为什么还要移民呢 李哲笑了笑 没有说话 因为那是一个资本的社会 金钱的社会 经济为主的社会 有了钱也就有权 有事 经济决定政治和其他一切权益 第二天 海边 明媚的阳光 连绵的白色沙滩 湛蓝透明的海水 翠绿的棕榈树 一场盛大的露天婚礼 正在举行 婚礼的布置 浪漫而隆重 用粉色玫瑰花瓣 打造的婚礼 通道地毯 两旁使用造型精美的花瓶 和贝壳设计而成的露影 在通道的尽头 是一个用白色沙满 和花朵之曼 构成的仪式亭 浪漫唯美 宛如天堂 礼着一身笔挺的 深蓝的西装 沉稳而不失帅气 和贺之刚 杨浩等伴郎团守在入口迎兵 李哲 真是恭喜你啊 Richard留在签名簿上签下名字 并送上礼物后 他走到李哲跟前 笑着跟李哲我了握手 在Richard留之后 紧跟着Jack Ma Pony Ma 丁三蛋等人 也都一一到场 不远处郭剑和陆萱萱两人站在一起 Jack Ma Pony Ma 丁三蛋 竟然来了这么多大佬 哲子的面子可真大 郭剑说着 转头看了陆萱萱也 今天他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路肩小礼裙 皮肤白的发光 好身材显露无遗 就在两人说话的功夫 一辆黑色的奥迪A6开了过来 车子在入口前停下 一个中等身材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的中年人 从车上走了下来 李会长 恭喜恭喜啊 李社长 很高兴你能来 李哲笑着跟对方握了握手 这是SM的社长李秀满 不过 他并没有给对方发过请帖 这是不请自来 寒暄过后 李秀满走到签到桌前签下名字 并递上礼金 就在这时 又有两辆车子开了过来 一辆雅科士和一辆现代 雅科士副驾驶被推开 一个助理模样的年轻女人 先一步走了下来 然后绕到后座 恭敬地打开了车门 只见一个34岁 雍容贵气 打扮知性 而又干练的女人 从车上走了下来 李秀满再看到对方后愣了一下 然后连忙迎了上去 恭敬地说 李社长 我是SM的李秀满 女人只是对他点了点头 就迈步朝李哲走了过来 助理和保镖们紧跟在他身后 李社长 真莫想到你能来 李哲有些意外地笑了笑说 这女人可很有名气 是三星集团的长公主李富珍 她现在是三星第一毛之公司 经营战略部的社长 李富珍露出亲和的笑容 李会长 你能来冀州岛举办婚礼 是对冀州的认可 我作为东道主 怎么都得尽一下地主之意啊 这女人是谁啊 赫志刚见李哲 竟然亲自引领着对方 去了贵宾席 有些好奇地说 这是三星集团的大小姐 莫想到 她竟然也来参加婚礼了 杨昊盯着对方离去的背影说 三星集团 就是做手机的那个三星 不只是手机 还有汽车 机械 金融等等 半个男涵都是他们李家的 杨昊顿了顿说 这样的女人 竟然嫁给了一个保安 真是白下了 这时候 李富珍和那个保镖丈夫 还莫离婚呢 房车里 霍莉莉 曹小倩 宋小娜 萧元 他们一群伴娘围在周子瑜 脸上满是羡慕 子瑜 你今天真是太美了 女人三分靠长相 七分靠打扮 周子瑜本来就天生丽质 明艳无比 再加上精心的化妆打扮 特别是在洁白婚纱的衬托下 更是美到了极致 别的新娘都担心会被漂亮伴娘 抢了风头 可她却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就算是把刘宇飞 王芷宁 孙婉宁他们都叫来 也抢不走她的风头 周晴坐在一旁 看着周子瑜脸上挂满了笑容 她这女人真莫白培养 虽然女儿莫能和李哲领证 有些遗憾 但今天能有这么大人物 到场见证婚礼 也算拿到了半个名分 萧元看了一下时间说 子瑜 阿姨 下车吧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很多时候是屁股决定脑袋 不要指望资本会照顾普通人利益